花莲家福中心为了让辅助的孩子在春节也能感受到喜庆温暖的氛围 努力募集了1850份的岁末暖行套餐 而这项计划今年第四度获得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以及台北公益路跑福伦社的响应 环台路线抵达花莲线 1月5号顶着寒冷的风 带着一路募集到的大众爱心 跑到最终点赞花莲家福中心亲自献上祝福 为了响应花莲家福中心募集1850份岁末暖行套餐 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路跑协会 在农历过年前路跑到花莲家福中心 也呼吁社会大众在岁末年中之际可以送上温暖 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真正的什么叫做施比寿更远 而且我非常深刻的体会 他们这个团队真的就是在做一些 就是自己好不算真正的好 他们在做一些让别人比自己更好的事 你看那些市场朋友 自己本身是这个社会我们认定的可能是弱势的族群 可是在当他们过去长期受到人家帮助之后 他们还想反馈这个社会 这个让我们太感动了 我想那位市场朋友他们都很有经验 那我们就是当他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他们的时候 告诉他们哪些景色 那如果有一些障碍物要提醒他们 然后就是也跟他们聊天 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跑着跑着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搞不太清楚是谁带谁 有时候其实是市场跑者带着我们跑 因为这跑的过程里面很漫长 所以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所以通常我们腿跑员跟我们的市场的跑者 都会怎么很好的朋友 盲人环台是第四年与花莲交付中心合作 这次花莲的1850份的年菜顺利达标 而交付中心也表示过年后就要开学了 若是孩子的奖助学金 需求还有一千万元 仍需要各界来支持 其实在年菜的部分有达标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年 其实相对最辛苦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孩子大专高中 讲助学金募集的部分 因为我们房住的孩子 每一年来申请我们的案件 其实都会将近有一千多名孩子 那大学生我们每名孩子会补助两万 然后高中六千 国中国小大概两千到一千不等 那其实这样的金额 每一年我们光过一学期 每年的目标大概都需要募集 大概将近九百多到一千万的 每个讲助学金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只要每次农历过完年 就是开学的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是 简陋密鼓的 也积极的在募集 我们的讲助学金的备用 那当然现在缺口还很多 然后路途还很遥远 不过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暖心套餐募集活动 也获得花莲家福中心 福幼委员会 玉里区福幼委员会 国际佛伦3490地区 11个佛伦社 还有各界善心人士的支持而达标 这些暖心套餐 在过年前 会在各个服务据点 发送年菜和年货 把各界的温暖及祝福 分享给每一户需要的家庭 接着一会欢迎视报道 的新家庭 有个人的新家庭 在这期间下官 在这期间下官 这期间下官 这个新家庭 都在下边 也许下官